灰省首席公共衛生官任期未滿突然辭職 承認與公眾輿論相關 省長勒高任命新臨時官員代席 龐希倫報導 省長勒高今日宣布 將對無醫療豁免的拒絕接種疫苗人士 處以重金罰款 成為全國首個採取罰款措施的省份 但勒高未宣布確切數字 只表示50元或者100元不夠重 在未來的星期需要付出新的治療 另外 灰省首席公共衛生官阿魯大醫生 昨晚向省長勒高大辭職信獲得接受 據CTV報導 他在信中提及 近期當局的可信度、意見及科學嚴謹性都受到批評 無疑影響民眾遵守公共衛生規定的意願 眼觀現況 認為應該請求省長在自己任期結束前換人 60歲出頭的阿魯大醫生擔任灰省首席公共衛生官已12年 2020年再次獲任命後 本應2023年戒門 疫情以來 他一直與省長一起宣布各種措施 但因疫情初期、反對口罩等言論 及省府近期再次收緊限制的決定受到批評 灰省第五波Omicron疫情來勢洶洶 今日新增8710宗確診 再有62人死亡、433人住院 由於未能有效控制疫情 省府近期的疫情應對再次受到批評 省長勒高 今日任命省醫療保健研究所的現任負責人 Luke Boilo醫生暫時待職 好嗎?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